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因为拜科技之事 所以网络很发达 我们要找什么讯息 基本网络里面无所不由 什么都可以找到 当然在这里面当然 刚开始可以透过这样子 把你的需求 然后从那里面去找到 是不是能够满足你的需要 这个是可以的 但是真正的你若想修 想进一步变成真正去实践 这时候其实就要再进一步的理解 在藏传佛教里面 他比较强调了师徒的关系 因为从藏传佛教 上师其实就是三宝的具体代表 他的智慧代表佛 他的开示代表法 然后他的行为的视线代表身 所以一个上师就代表了佛法生三宝 但是同样的 其实你要碰到这样子的 巨格的上师 就具足条件的上师 其实也不是那么简单 也不是那么简单 你若没有知见 没有福报 其实也很难去碰到 这样子的三知识 那一般即使你找到这样的三知识 那你要不要把它变成你的根本的指导者 也就是根本上师 那其实要一段时间的观察跟互动 学生要观察上师 上师也要观察学生 因为他只有深入了解你 才晓得怎么样子教对你有用的 教对积说法 但是现在的网路呢 一阴眼说法 众生随类各得解 他一种说法 但是因为每一个人的层次不一样 所以理解都不一样 那所以这里面 其实他是不周延的 也就是单向的沟通 那真正的上师 真正的善知识一定是双向 双向它的意义在哪边 双向是建立在限量上 建立在实际的当下的身心的状况上 他看着你 他晓得你现在身心是什么样子 但是网路他没有办法看到你 你也没有办法看到他 那其实也就是一些理念的交流 但是要实修的时候 这时候最好是要真正的找到 活着的善知识 而且可以见得到面的善知识 当然在过去的佛教的故事里面有很多 你只要好好修 会有那些超越时空的 譬如说几百年前的一个大师 就会现前跟你说法 但有这样子的记载 但是事实上这个也有一些争议 真正的就变成大师 假的就变成神经病 修行修道跟佛菩萨相应的 多得不得了 尤其现在我们说那宫堂里面的 什么宫啊什么 动一动马上就跟什么菩萨相应 但是那是真相应吗 是正相应吗 就正确的相应吗 其实有待探讨 所以一样的 现在网路很发达 然后因为传媒很发达 所以要捧出一个大师也很快 快到像我们捧红一个歌手一样 一下子几万人 你说这些大师有多伟大 说他一个法会就几万人 还没有五月天红 他们随便办一个演唱会 你看多少 而且还跟他互动得很直接 很直接而且很彻底 所以其实学佛这一块 他要的是那个很纯净的 很冷静的心 而不是那个狂乱的心 所以千万不要曲奇斗桥 停留在神通感应里面 然后去做很大的感动 由这种感动造成你 确定的以为是什么 这其实是很容易走邪路的 所以真正的修行 其实是开发我们的观察力 包括你去亲近哪一个善知识 跟你的业力 跟你的观察力有关 所有的人会聚在一起 都条件相近的人 也就是物与类聚 所以你会去碰到二知识 事实上也就是你的知见不正确 自然就会碰到二知识 反过来讲 你如果学佛的动机很纯净 不急功近利 然后很务实踏实 你自然会碰到正确的三知识 真正的三知识 那末法时代的一个特征呢 就是二知识特别多 那假冒善知识 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